大家好,我是網球教練徐Sir 今天我們來到六賽大埔 進行一個我們用正了網球罐、招致和紙箱的回收 待會就會介紹給大家聽 我們去做一個關於網球罐的回收的過程 這一箱就是之前在攪拌的時候 剩下的膠盡、網球罐的膠盡、蓋子和小紙 我現在做一個操作出來 試試和大家做一個操作 這個是我們在攪拌的膠盡 我們會把它拆開再回收 我們把膠盡在場地提供 剛才我們拆了膠盡 裡面有一個鋁蓋放出來 剩下就要把膠盡和膠盡分開 解體它 分開了膠盡、鋁蓋和膠盡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回收了 你看到網球的膠盡 你看到為什麼會有鋁蓋和鋁膠盡 就是因為裡面需要有氣壓 令網球罐沒有硬度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設計 首先我們看一下那個瓶蓋 瓶蓋其實裡面的底部 寫著它是什麼類型的膠盡 瓶蓋就屬於5號的膠 然後就是肥膠 另外鋁蓋就屬於金層內型 至於瓶身呢 其實瓶身的號碼 就是底部的邊緣 即在照字裡面 你一開就會看到 就是1號仔 1號仔 通常都會有一個好像 吵前勒起的位置 因為它是整塊這樣揹出來 所以就叫做1號仔 1號仔的肥膠 上面那個鋁蓋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問了職員 它是可以放在1號那裡會收 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剩下就是招紙的部分 招紙的部分 就是放在招紙有沒有會收的位置 就可以了 這裡有很多想法的肥膠 還有可能會收的家電 很多會收都有在的 這哪裡保存到 それでは我們先把刀六號 crab 碼 manner 首先我們先去幾號號碼 這個風 jan 我們就看到 最多的球優 allowed 順便是做過很多類型的面 展示中了 我們可以放他去 où 到一邊 介紹了1號的肺膠 你可以聽我們的影片看看 肺膠有什麼類型 通常都是保持的 就是1號的肺膠 我們就放進去回收 鋁蓋 鋁蓋是屬於金屬類型 也有寫一下屬於什麼類型 鋁蓋的鋁蓋屬於金屬 最後來到這邊就是一些小物品 即是瓶蓋、蕉紙都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切好蕉紙 放在蕉紙的箱上 好,我們就剛剛完成了一個 用了的鋁蓋鋁蓋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我們整個雙倍做完 我們現在就開始全部回收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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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回收和我投稿的過程很簡單 大家可以從一段時間去回收 其實我現在是同在大埔的 全廣有很多回收中心的 如果你去到回收中心 你會發現自己 要怎麼做呢 開門回收中心的職員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